法国媒体调查报和世界报在近期披露了世界足坛的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巴黎圣日尔曼和卡塔尔财团曾试图贿赂法国足球杂志的主编 试图来影响2021年金球奖的评选 报道声称时任法国足球主编的费雷曾多次收到上述二者的礼物 并享有一些特权 譬如费雷可以在巴黎主场的VIP做习惯看比赛 前往卡塔尔的商务仓费用全面等等 时任巴黎传播总监的李贝斯曾试图为俱乐部和法国足球所属的对报集团建立联系渠道 近期李贝斯因涉嫌腐败 以权谋司等罪名接受调查 2021年梅西以613分的成绩获奖 而莱万则以580分的成绩位居其后 巴黎圣日尔曼的贿赂是否影响到了金球奖的评选结果 2021年的金球奖评选是否对莱万不公是目前球迷最关心的问题 目前担任对报编辑总监的Dan Gummo表示 男足金球奖是由来10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00名记者组成的评选团投票产生 在2021年评选团的人员规模一度达到180 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任何试图影响评选结果的尝试 以保证奖项的廉政和独立性 换句话说试图通过影响单一个体来影响整个评选结果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评选机制已经最大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巴黎的努力是徒劳的 更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费雷本人在当年的金球奖投票中并没有将最高分值的票投给梅西 而是投给了梅西的最大竞争对手莱万 费雷本人当年的投票顺位是莱万 梅西 本泽马 洛日尼奥 姆巴佩 这样的选择没有太大争议 与此同时中国地区的唯一金球奖评委洛明也表示 2021年的金球奖评选不存在黑幕的问题 金球奖或者其他权威奖项的评选不是看Excel比数据或者比冠军数量 而是要看球的 法国足球虽然是主办方 但无法影响世界各地的记者评委们投票 来万当时在欧洲和非洲的支持率都是第一 梅西在这两个地区的支持率是第二 但在亚洲和美洲的支持率是第一 这是因为时差的问题 亚洲和美洲地区的看到了梅西在美洲杯的表现 非洲和欧洲的更关注球员在欧洲赛场的表现 梅西凭借极具统治力的表现帮助阿根廷赢得美洲杯冠军 在亚洲和美洲获得最高的票数无可争议 但巴黎的会选无疑会对梅西带来场外的争议 某些媒体的歪曲报道已经迎合了那些一直以来相信阴谋论的群体 世界报在文章中谈到 纳塞尔要求巴黎传播总监李贝斯游说费雷 并强调要让大巴黎在梅西获奖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此事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巴黎会选的动机所在 纳塞尔希望借助梅西获奖的事情来展现巴黎这个平台的影响力 他们希望在梅西获奖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参与感和存在感 以避免陷入躺赢一个金球奖讨论 使得梅西的第七座金球奖看起来既有梅西本人的努力 也有巴黎本身的努力 要知道如果梅西当年没有因为拉波尔塔的辈子离开巴萨 这座金球奖还是会算在巴萨头上 本质上巴黎这座金球奖的兴致与迈阿密国际获得金球奖的兴致并无二致 但纳塞尔和卡塔尔集团好大喜功 搞面子工程的做法使得为梅西的造势变了位 也给球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当然这也符合纳塞尔一贯的形式风格 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甚至为了脸面的好看 可以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 这里不单单指的是会选事件 还有法国检方针对纳塞尔其他违法犯罪的一些指控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